大家好,我是一通,今天让我们来盘点盘点2020年发生过哪些大事吧 非洲蝗灾 2020年初在非洲东部和中部地区爆发大规模的蝗灾 更是自195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 这次蝗灾主要影响了索马里、肯尼亚、埃塞俄比亚、乌干达等国家和地区 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统计 这次蝗灾涉及到的面积超过了1000万平方公里 足以覆盖瑞士、荷兰和比利时三个国家的总和 美伊冲突 2020年1月3日 伊朗高级将领、伊斯兰革命卫队精锐、圣诚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 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被美国军方无人机导弹袭击身亡 此事件引发了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激烈冲突 伊朗政府宣布将采取报复措施 随后伊朗发射了多枚导弹袭击了伊拉克的一些美军基地 但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这也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于局势升级的担忧和关注 新冠病毒疫情爆发 2020年新冠病毒大爆发 该病毒最初于2019年12月在中国武汉时发现 于2020年快速传播到了全球各地 新冠病毒的症状包括发热、咳嗽、呼吸急促和乏力等 病情严重者可能出现肺炎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多器官功能障碍等严重疾病 甚至导致死亡 为了遏制病毒的传播 各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包括限制人员流动、取消大型活动、病毒的防范与检测、隔离和研发疫苗等 以期控制病毒的传播 这些措施对各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方式和工作习惯 此外病毒的流行也加速了数字化转型 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商机和创新 如在线购物、数字支付、医疗技术等等 传奇球星科比布莱恩特去世 2020年1月26日 NBA传奇球星科比布莱恩特在加利福尼亚州卡拉巴萨斯的一起直升机事故中去世 享年41岁 事故造成了9人死亡 包括科比和他的13岁女儿吉安娜 科比布莱恩特被誉为NBA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 曾获得5次NBA总冠军 18次全明星和4次全明星MVP的得奖者 也是NBA历史上得分最多的后卫之一 科比的去世引起了全球篮球爱好者和球员们的哀悼 英国脱欧正式生效 2020年1月31日 英国正式脱离欧盟 这意味着英国成为欧盟历史上首个退群的国家 英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 安全和移民等方面的关系都发生了变化 英国政府和欧盟也开始就未来的贸易协议进行谈判 脱欧过程是由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领导的保守党政府推进的 该政府一直声称脱欧将为英国带来更大的自主权和控制力 但同时也面临着许多未知和挑战 土耳其与俄罗斯发生冲突 2020年2月27日 土耳其担心库尔德武装在叙利亚北部边境地区威胁其国家安全 于是再向叙利亚境内发动了春季之盾军事行动 试图打击库尔德武装 在土耳其军事行动期间 土耳其军队与叙利亚政府军 及支持其的俄罗斯军队之间发生了多起冲突 随着冲突的加剧 土耳其和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不断升级 在2020年3月 土耳其和俄罗斯最终达成了一项停火协议 以减少冲突 但是这项协议的持续时间非常短 随着时间的推移 双方之间的冲突又再次加剧 塔利班与美国签署和平协议 2020年2月29日 塔利班与美国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签署和平协议 根据这份协议 美国承诺将在14个月内从阿富汗撤军 而塔利班则承诺与阿富汗政府展开和平谈判 并停止与国际恐怖组织的合作 协议也包括了释放关押在阿富汗的塔利班囚犯 然而这份协议的实施并不顺利 塔利班并没有停止暴力活动 还在阿富汗多地发动了攻击 与此同时 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之间的和平谈判也一度陷入僵局 中印边境冲突爆发 2020年5月初 印度军队在拉达克地区的中印时空线上发现中国军队增加军队的部署 5月5日 中印两国军队开始在这个地区进行对峙和互相推挤 最终在6月15日晚上 中印双方在加勒普朗古地区发生了冲突 造成20名印度士兵和中方军队人员的伤亡 这是中印军队自1975年以来的首次致命冲突 黑人知死运动 2020年5月25日 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一名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 在被白人警察逮捕过程中压在地上导致窒息身亡 这一事件引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开始从明尼苏达州蔓延到全国各地 示威者走上街头 要求警察制度的改革和消除对黑人的种族歧视 一些地区的示威活动演变成了暴力冲突和抢劫行为 这次抗议活动也引发了美国政府和各界对于种族歧视和警察制度的讨论 抗议活动最终导致了一些改革措施的出台 包括警察机构的改革和推动民权法案的通过 社交媒体平台对言论的审查 2020年5月28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 要求社交媒体公司不得对用户言论进行过度的审查和编辑 自从社交媒体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和表达意见的渠道以来 平台审查和言论自由一直是社交媒体的热门话题 2020新冠疫情的爆发 社交媒体平台更是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 这个问题也变得更加凸显 引起了公众和政治领导人的广泛关注与讨论 首次限制朝境与规模 2020年6月20日 沙特阿拉伯宣布将限制朝境活动的规模 以避免新冠病毒的传播 这项措施将取消大规模的集会和进入卖家圣地的许可 这是自1932年沙特成立以来 首次对朝境活动实施限制 朝境对于穆斯林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教活动 此次限制朝境活动 引起了广泛关注和争议 但也得到了一些穆斯林国家和学者的支持 认为这是为了避免新冠病毒的传播 而采取的必要措施 香港国安法 2020年6月30日 香港国安法正式通过 根据该法律 香港将设立国家安全保护机构 负责监督和维护国家安全 该法律的出台 引发了香港人广泛的抗议 中国政府表示 该法律是为了保护香港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一些香港人则认为 该法律侵犯了他们的自由和权利 违反了一国两制原则 国际社会也对该法律表示了担忧和批评 认为该法律会损害香港的自治权和人权 黎巴嫩首都发生爆炸 2020年8月4日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生大规模爆炸 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6点左右 爆炸造成至少190人死亡 6000人受伤 并在贝鲁特时区造成大规模破坏 爆炸是由存放在贝鲁特港口的 2750吨矮盐肥料引发的 此次爆炸是黎巴嫩近年来最严重的灾难之一 爆炸后 黎巴嫩政府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政治和经济压力 反政府抗议活动也随之加剧 5G网络 2020年 5G网络成为了全球科技行业的热门话题 各大国家都在积极推进5G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例如 中国 美国 韩国 日本等国家都已经商用了5G网络 并将5G技术应用在各个领域 例如在智慧医疗 智慧交通 智慧城市等方面 而且应用领域还在不断的扩大中 因此 各国政府也在积极探讨如何在推进5G网络的同时 保障公众利益和隐私安全 美国总统大选 2020年11月3日 美国举行了总统大选 这次选举的主要竞选人是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民主党候选人乔拜登 由于疫情缘故 此次选举出现大量邮寄选票 导致选票技术工作拖延了数天 直到11月7日才宣布拜登获胜 特朗普在选举前曾多次质疑选举的公正性 并批评邮寄选票容易被操控等 最终 特朗普声称选举结果存在欺诈 经过多次复查和诉讼后 于12月14日得到了最高法院的确认 拜登获得了306张选举人票正式当选为美国第46任总统 埃塞俄比亚军事冲突升级 2020年11月4日 埃塞俄比亚政府军和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之间的军事冲突升级 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控制的地区宣布对联邦政府的掌控失去信任 而联邦政府则指其违反了宪法 随后政府军进入提格雷州进行军事行动 11月25日政府军攻占提格雷州首府马克莱 并宣布军事行动胜利结束 然而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并未放弃并转入游击战 此外埃塞俄比亚政府还曾被指控犯下了 针对提格雷州民众的种族灭绝行为 全球温度上升 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布的报告 2020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 平均温度比20世纪平均温度高出0.98摄氏度 同时在2020年的7至8月间 全球多个地区出现了热浪和高温天气 导致多地出现了森林大火 干旱和冰川消融等严重后果 科学家们警告称 随着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持续增加 全球温度将继续上升 带来更多的灾害和不可逆转的后果 MRNA疫苗技术 MRNA疫苗是一种新型的疫苗技术 在新冠病毒爆发后 该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新冠病毒疫苗的开发 它利用人体自身的细胞来产生抗体 以达到预防疾病的目的 其原理是通过将一段编码病原体特定蛋白的 MRNA分子送入人体细胞内 使细胞产生相应的蛋白 并激发人体免疫系统 产生针对这种病原体的抗体 由于MRNA疫苗只包含病原体的一部分RNA序列 因此不存在病毒复制和扩散的风险 可以安全有效地预防疾病 最后不管你是否见证或经历了以上事件 未过去现在还是未来 点个赞不过分吧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